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气助词乐二都是用在动词后边 在第一个句子中 动词开后边加上语气助词乐二 表示的是那儿的花已经出现的变化 在第二个句子中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表达的是将要出现的变化 语气助词乐二不仅可以用在动词后 也可以用在名词 形容词或数量词后边 表示某种变化 下面我们分别来讲一下 一 动词加乐二 表示动作从未发生到发生 从未完成到完成的变化 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主语加动词加乐二 在动词加乐二的句子中 可以没有编语 动词后直接加乐二 比如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已经安全降落了 在这个句子里 乐表示降落这个动作的完成 并且事态已经出现变化 刚才没降落 现在降落了 所以这个句子里的乐 既是乐一也是乐二 它们是合二为一的 在动词加乐二的句子中的动词后 可以有编语 比如它适应北方的冬天了 爷爷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通过导游考试了 以后就是一名正式的导游了 在第一个句子中 北方的冬天是动词适应的编语 在第二个句子中 导游考试是动词通过的编语 在动词加乐二的句子中的动词后 也可以有结果补语 或者趋向补语 比如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可是今天骑晚了 所以就打车来公司 这次考试的问题挺难的 其中有两个我实在答不出来 就空着交上去了 在第一个句子中 晚做动词起的结果补语 在第二个句子中 上去则动词交的去向补语 动词加乐二的句子的否定形式是 在动词前面加没 句末去掉乐二 比如房间还没有整理 他没买到车票 二 形容词加乐二表示事物的性质 状态发生了变化 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主语加形容词加乐二 比如他最近胖了 你的头发长了 看上去有些乱 这几天暖和了 散步的 跳舞的 运动的人也都多了起来 公园又像以前一样热闹了 形容词加乐二的句子的否定形式 是在形容词前面加没 句末去掉乐二 比如对他最近胖了进行否定时 我们可以说他最近没胖 三 名词或数量词加乐二 表示时间 季节 年龄 数量等的更迭变化 句子的结构形式是 名词或数量词加乐二 比如年底了 公司要开总结大会 各地分公司的负责人都会参加 已经15号了 怎么还不发工资啊 已经八点半了 我们能及时赶到会场吗 弟弟小时候很矮 当时家里人都担心他长不高 上学后 他常常跟同学去打篮球 现在个子差不多有一米八了 第一个句子中的年底 第二个句子中的15号 和第三个句子中的8点半 表示的是时间 后边分别加乐后 表示的是时间的变化 第四个句子中的一米八了 表示的是身高的变化 名词或数量词加乐二的句子的否定形式 是在名词前或数量词前边 加不是或者没有 句目去掉乐二 比如对年底了的否定可以是 还不是年底或者还没到年底 使用语气注词乐二的句子 通常表示发生在过去的变化 比如昨天姐姐提醒我去报名 参加篮球比赛 但我还是忘记了 这个句子中有表示过去的时间词 昨天 如果句子中没有时间词语 那这种变化也可以是发生在 说话的时间 也就是现在 乐二在和快 要 快要 就要 等词语一起使用时 整个句子表示即将发生某种变化 比如 机场快到了 各位旅客 火车马上就要到北京站了 这儿我们要注意 在使用快快要的时候 前面不能出现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 而要 就要之前 则可以使用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 比如 机场快到了 在这个句子中 快到了的前边 不能有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 在火车 马上就要到北京站了 这个句子中 我们可以在就要的前边 加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 比如 火车 五分钟后 就要到北京站了 语气注词乐二 除了可以用在句末 表示某种变化外 也用在某些固定结构中 例如 在形容词为语句中 做补语的程度副词 急了 死了 透了 以及感叹句中的 太了 乐二 在这儿只是帮助组成某个固定结构 而不表示变化 比如 饿死了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 广告太多了 在实际的交际环境中 会出现动态注词乐一和语气注词乐二连用的情况 当乐一和乐二共线的时候 乐一与乐二之间可以加入数量词和宾语 表示到目前为止动作变化的量 并且 这种动作有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比如 我们已经在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去 恐怕是迷路了 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到说话人说话时为止 我们一共走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走下去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或者有后续句时 虽然乐一与乐二之间有数量词和宾语 也可以表示动作不再进行 比如 尽管那门小说我已经读了很多遍了 可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给马经理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可是一直都占线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上就是对语气助词乐二做的讲解 现在我们做一些练习 看看大家掌握了没有 第一个练习是判断句子的对错 我们来看这样三个句子 一 今天他没上班了 二 我们明天快要考试了 三 他写了三遍汉字 还没写完 第一个句子是错的 因为含有语气助词乐二的句子的 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前边加没 句末要去掉乐二 没和乐二不能共献 正确的句子是今天他没上班 第二个句子是错的 因为在使用快快要的时候 前面不能出现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 正确的句子是我们快要考试了 或者我们明天就要考试了 第三个句子是错的 因为在表示动作状态还要继续下去的意义时 句末应该有语气助词乐二 正确的句子是他写了三遍汉字了 还没写完 下面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 请根据提示用本讲的语法知识完成下列对话 在第一个对话中 A的问题是周末你们去长城了吗 我们要做出否定的回答 答案是周末我们没去长城 在第二个对话中用含有时间词下个星期的句子来回答 你什么时候考试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我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在第三个对话中 在回答关于变化的问题时 我们可以用语气助词乐二来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他最近胖了 更可爱了 通过以上的讲解和练习 相信大家已经对语气助词乐二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希望大家多多复习和练习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选择我们这门HSK奖链的木课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大家关注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社交平台 让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吧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正在准备HSK四级考试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HSK四级考试 语法部分中的动态注词过 我们讲解当中用到的例句 都是从近年的HSK真题中整理选择出来的 动态注词过一般用在动词后边 表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而这个经历跟现在说的事情有关系 对现在说的事情有影响 下面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句 我叔叔以前是记者 因为职业的关系去过很多国家 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女孩 我应该不认识 但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第一个例句中 我叔叔去过很多国家 说明我叔叔有非常丰富的 去外国旅行的经验 而且也了解这些国家 如果有关于这些国家的问题 可以问我叔叔 在第二个例句中 好像在哪儿见过 说明过去的经历 让说话人对这个女孩有印象 虽然不认识她 但记得她的样子 因此我们说 说话人使用过的意图 往往不在于叙述过去的经历 而是以过去的经历 来说明某个事理 阐明因果关系 这种意图 有时出现在上下文中 有时并不直接说出 而是靠听话人意会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个例句 这家网球馆的服务不错 给我的印象很好 比如说 他们会免费提供饼干和矿泉水 打球打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点东西 休息一下 他们还经常举办一些聚会 邀请的都是在这里打球的人 我参加过几次 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在这段话中 说话人用 我参加过几次 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作为原因 非常明确地来解释 说明这家网球馆的服务不错 再比如 我上学校网站看了课表 发现李老师这学期 开了一门汉字与文化课 我想去听听 之前看过他写的一篇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非常有趣 在这段话中 我之所以想去听听李老师的课 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他写的一篇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非常有趣 用带有过的句子 来说明听课的原因 这些都是动态注词过 使用的典型情况 即带有过的句子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一定存在一个 和它在语意上 有直接联系的句子 或者即使这样的句子不出现 但也能被听话人议会 带有过的句子的意图 那么动态注词过 在句子中的位置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们来讲解 包含动态注词过的句子的 结构形式 这是包含动态注词过的 句子的肯定形式 主语加动词加过加编语 比如很多人都曾经试着 对梦进行解释 有些人甚至专门 写过这方面的书 可惜到现在 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 每个人都会死去 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 是电影勇敢的心里面 很精彩的一句话 这儿要注意的是离合词 比如照相 洗澡等 离合词我们可以看成是 动词加编语 因此离合词与过组合时 过应在离合词中间 比如照过相 洗过澡等 这是包含动态注词过的句子的否定形式 主语加梅加动词加过加编语 比如我之前去过很多地方 但从来没去过海边 所以我打算今年暑假去海南旅游 顺便放松一下 我经常在电梯里遇到他 可能他也在这座大楼里上班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只是看着很熟悉 这是包含动态注词过的疑问形式 主语加动词加过加编语加妈或者没有 主语加动词加没加动词加过加编语 比如你最近读过什么文章吗 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这样问 你最近读没读过什么文章 如果在包含动态注词过的句子中 同时也有动量补语时 根据编语是名词还是代词 动量补语的位置可以有两种 编语是名词时 动量补语在编语前边 也就是主语加动词加过加动量补语加编语 比如去过一次上海 编语是代词时 动量补语在编语后边 也就是主语加动词加过加编语加动量补语 比如见过他一次 过与勒语都是动态注词 都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 那它们有哪些区别呢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讲 动态注词过与勒语的区别 一 动态注词过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过去发生的事 来说明和解释当前的事理 阐述因果关系 勒语的作用主要是叙述 某一个动作的完成或实现 并不涉及另外一个时间的人物或事件 如果只是客观叙述 某一时间发生或进行了某一动作 应该用勒语 比如我之前去过很多地方 但从来没去过海边 所以我打算今年暑假去海南旅游 顺便放松一下 在这个句子中 带有过的分句 我之前去过很多地方 但从来没去过海边 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我打算 今年暑假去海南旅游 这样的过就不能换成勒 二 过表示已有的经验 所以常常和过去的时间一起用 比如我之前去过很多地方中的之前 当回忆起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时 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开心中的以前 等都是表示过去时间的词语 乐一只是表示完成 可以用于过去 也可以用于现在和将来 三 过表示曾经进行某一动作 但这个动作已不再进行 不延续到现在 乐一所表示的动作可能会延续到现在 比如出过国的意思是 过去曾经有出国的经历 但现在不在国外 如果说出国了 这表示现在还在国外 我很喜欢听父亲讲故事 后来也试着写过儿童小说 却没有父亲写得精彩 在这个句子里 我试着写过儿童小说的意思是 过去写 但现在不写了 四 对过表示否定时 没与过同时出现 对乐一表示否定时 没不与乐一同时出现 比如从来没去过海边 从来没有说过话的 以上是对动态注词过做的讲解 下面我们来做两个练习 巩固一下我们学习的知识 第一个练习是判断句子的对错 好 我们看下面三个句子 一 他去上海过 二 他不去过上海 三 我在那里发过 第一个句子他去上海过是错的 包含动态注词过的句子的肯定形式中 过应该在动词和宾语之间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他去过上海 第二个句子 他不去过上海是错的 对过表示否定时应该用没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他没去过上海 第三个句子 我在那里发过是错的 理发是一个离合词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动词加编语 因此理发与过组合时 过应在理发中间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我在那里过发 第二个练习 是在括号内 填入过或勒 我们看以下四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中的两个分句 是因果关系 前面的分句是后边分句的原因 强调的是过去的经历 对现在的影响 所以应该填过 第二个句子只是简单的叙述 所以填勒 第三个句子中 过去发生的动作 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要填勒 第四个句子中的两个分句 也是因果关系 后边分句是前边分句的原因 所以应该填过 通过以上的讲解和练习 同学们是不是对动态注词过 有更深的了解了 希望我们的课 能对同学们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选择我们这门 HSK奖链的木课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大家关注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社交平台 让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吧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正在准备HSK四级考试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HSK四级考试语法部分中的比较句 我们讲解当中用到的例句 都是从近年的HSK真题中整理选择出来的 比较句是汉语的很多特殊句式中的一种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例句 尽管我和小雪的性格很不一样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不同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 打针比吃药效果好 在第一个例句中 我和小雪的性格很不一样 比较的是我和小雪在性格方面的相同或不同 这种比较两种事物或性状的相同或不同的比较句 被叫做等比句 在第二个例句中 打针和吃药在效果这个方面有程度的差别 这种表示性质或程度高低差异的比较句 被叫做差比句 笔字句就是差比句的典型句式 我们先来看等比句 在近些年的SSK考试中 等比句出现的非常少 不过我们还是对等比句的基本情况做一个了解吧 等比句的常用句式 我们从肯定、否定、疑问三种形式来说一下 等比句的肯定式是A和B一样 比如我和小雪的性格一样 等比句的否定式是A和B不一样 比如我和小雪的性格不一样 等比句的疑问式是A和B一样吗 或者A和B一样不一样 比如你和小雪的性格一样吗 你和小雪的性格一样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解一下笔字句 笔字句用来比较两个事物 在性质或程度上的高低差异 我们也从肯定式、否定式、疑问式三个方面来说一下它的基本结构形式 笔字句肯定句的基本结构形式有以下几种 笔字句的最基本的肯定式为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 例如哥哥比弟弟矮 有些人喜欢不停地换工作 他们总以为新工作一定比现在的好 这两个句子都是对A和B两个事物在性质或程度上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说明两个事物在性质或程度上的具体的差异 可以在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后边加上表示数量或程度的数量补语或程度补语 加数量补语的笔字句的肯定式为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加数量补语 数量补语可以是表示模糊量的一点、一些等 比如我比上个月稍微轻了点 这双皮鞋的颜色比那双稍微深一些 数量补语也可以用表示准确量的具体数字来充当 比如长江比黄河长800多公里 我只比上个月轻了两公斤 在这种结构中 形容词大多是单硬结的 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形容词 如大、小、高、矮等 动词大多是表示数量变化的动词 特别是表示增减类变化的动词 如增加、增长、减少、提高等 加程度补语的笔字句的肯定式为 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加程度补语 可以在笔字句中做程度补语的 有不少、很多、多了、得多、远了等 用来表示两个事物在程度上的差异 比如刘阿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森林里有一种植物 它开的花比普通的花大很多 在A和B做比较时 如果知道B的程度已经很高了 而A的程度更高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这个结构的形容词和动词前 加更或者还来表示 加更或者还的笔字句的肯定式为 A比B加更或者还加形容词或者动词 比如他很年轻 可是遇到问题很冷静 比相同年龄的人更成熟 当你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得意时 应该想到有很多人比你更优秀 所以千万不要骄傲 在使用笔字句时要注意 汉语中的程度复词如 很、非常、最、十分、特别等 不能用在笔字句中的形容词或动词前边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笔字句的否定形式 笔字句的否定形式 可以分为形式上的否定和意义上的否定两种 笔字句形式上的否定 就是在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中的笔前边 加不来表示否定 即A不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 这种否定形式其实包含了两个意思 一是表示A和B在程度上一样 没有差别 二是表示A的程度比B低 这种否定形式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 容易造成理解的歧义 令人费解 因此往往需要在这种否定形式的前后 有说明或补足的成分 笔字句意义上的否定形式为 A没有或不如B加形容词或动词 这是对A比B加形容词或动词的完全否定 比如我父亲是个儿童作家 当别人介绍他是著名作家时 他却总是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很喜欢听父亲讲故事 后来也试着写过儿童小说 却没有父亲写的精彩 在这个句子中 以爸爸写的儿童小说的精彩程度作为标准 说明我写的儿童小说达不到父亲的精彩程度 意思是爸爸写的儿童小说精彩 我相对于爸爸来说写的不太精彩 这是一种笔字句的完全否定 不存在歧义 这个句子中的没有 可以替换为不如意义不变 但在用没有表示否定时 比较结果不能省略 即我却没有父亲写的精彩中的精彩 不能省略 而在用不如表示否定时 比较结果可以省略 即可以说我却不如父亲 最后我们说一下笔字句的疑问形式 笔字句的疑问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 一是可以用是或者不是回答的是非疑问句 我们在笔字句的肯定是后加妈表示 如A比B加协容词或动词加妈 二是要用具体的比较结果回答的特殊疑问句 它的提问方式是A比B加怎么样 或者A比B加协容词或动词加多少 第一种提问方式是就A和B有没有差异 或者A和B有什么差异来提问的 目的是想知道A和B比较后的结果 第二种提问方式是在知道A和B二者存在性状 或程度上的差异的前提下 想进一步了解二者的差异程度 三是正反疑问句正反疑问句的提问方式有两种 A加是不是加比B加协容词或动词 A有没有B加协容词或动词 以上就是对特殊句式比较句做的讲解 现在我们做几个练习看看大家掌握了没有 第一个练习是判断句子对错 我们来看下面三个句子 一 哥哥矮比弟弟 二 我们这种矿泉水价格要比其他矿泉水一些贵 三 这个省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山 因为太高空气比别的地方很少 第一个句子是错的 因为笔字句的肯定式的基本结构 是A比B加协容词或动词 协容词或动词表示的是比较结果 应该在比的后边 正确的句子是哥哥比弟弟矮 第二个句子是错的 因为数量补语一些 要在协容词或动词的后边 正确的句子是 我们这种矿泉水价格要比其他矿泉水贵一些 第三个句子也是错的 因为程度复词不能用在笔字句中的形容词或动词前边 如果要表示二者差异程度比较大 可以在比较结果后加得多多了等来表示 正确的句子是 这个省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山 因为太高空气比别的地方少得多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阅读理解题 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 不要太急着赚钱 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 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在工作的前几年 重点要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学习与同事们交流的方法 积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还有要懂得什么是职业的态度等 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 对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 什么比收入更重要 A 赚钱 B 丰富工作经验 C 积累专业知识 D 具有职业态度 E 学习交流方法 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 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中 我们知道比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些 那这些是什么 我们回过头去再来看前边的句子 第一句中连用两个不要 说明赚钱是不可取的做法 第二个句子中提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那说明它后边的几点是正确的做法 也是这些所指代的内容 所以正确答案是B C D E 通过以上的讲解和练习 相信大家已经对比较剧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希望大家多多复习和练习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选择我们这门 I Trust K 奖链的木课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大家关注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社交平台 让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吧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正在准备HSK四级考试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HSK四级考试语法部分中的特殊句是 试得句 我们讲解当中用到的例句 都是从近年的HSK真题中 整理选择出来的 试得句是一种用来加强语气 突出语意义重点的特殊句是 在试得句中 说话的双方都知道事情发生在过去 动作已经完成了 而想要了解的是与这个动作有关的某一方面的内容 如动作完成的时间 地点 方式 动作的失试者或受试者等 比如 别人告诉我们他去国外旅行了 如果我们对去这个地方旅行也很感兴趣 那就会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如去旅行乘坐的交通工具 自住游还是跟团旅行 什么季节去 即住在哪等 这就是我们使用试得句的目的 我们先来看以下两个例句 我孙子是去年秋天出生的 这种葡萄酒是当地制造的 在第一个句子中 我孙子出生这件事 在说话前就已经完成了 是说话双方已经知道的信息 孙子出生的时间 去年秋天 则是说话人 想要表达的新信息 也是句子的语意重点 在第二个句子中 这种葡萄酒 已被制造出来 是已知信息 句子的语意重点 是制造这种葡萄酒的地点 当地 根据句中所要强调的语意重点的不同 试得句主要有三种句式 下面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三种句式 第一种句式是要强调动作发生或完成的时间 地点 工具 方式 目的等 这些内容是这种试得句的语意重点 是由句子中的状语来表达的 句子的重音也在状语上 这种句式的肯定形式为 主语 加试 加状语 加动词 加得 加宾语 例如 地球一小时活动 是从2007年开始的 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五月天 它是由五个热情的大男生组成的 第一个句子中通过状语 从2007年强调地球一小时活动开始的时间 第二个句子中通过状语 由五个热情的大男生强调的是五月天组成的方式 这种句式的否定形式为 主语 加不是 加状语 加动词 加得 加编语 例如地球一小时活动 是从2007年开始的 对这个句子的否定 就是地球一小时活动 不是从2007年开始的 在这种句式中 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句子中的动词后面 有趋向不语 来或去时 得在来去的后面 如 它是昨天打来的电话 它是昨天打电话来的 二 是句子中有宾语时 名词宾语一般在得后 有时也可在得前 口语中放在得后更常见 例如 你是怎么认识小明的 你是怎么认识的小明 如果宾语是代词 则一般都在得前 例如 你是怎么认识它的 第二种句式是 是 加主语 加动词 加得 加编语 主语就是句子 要强调的重点 也就是过去 已经完成的 动作的诗试者 即完成动作的人 例如 你听 广播里的歌 真好听 是谁唱的 在是谁唱的 这个句子中 谁是完成唱 这个动作的人 是句子 要强调的语意重点 在这种句子里 如果全句的 宾语结构比较复杂 也可以把宾语 即受试者 放在句手 做整个句子的主语 语意重点 仍然是诗试者 比如 这次聚会的地点 是小李选的 时间 也是他定的 我也不太清楚 这次活动 是小张负责的 你可以去问问他 这两个例句中的 试得句的主语 都是动词的受试者 都可以转换成 是 加主语 加动词 加得 加编语的形式 第一个句子 可以转换成 是小李选的 这次聚会的地点 也是他定的时间 第二个句子中的 这次活动 是小张负责的 可以转换成 是小张负责的 这次活动 这种句式的 否定形式为 不是 加主语 加动词 加得 加编语 例如 不是他唱的这首歌 或者这首歌 不是他唱的 第三种句式是 主语 加试 加动词 加得 加编语 这种句式中 是得的中间 是动词 动词的编语 在得后 全句要强调的 语义重点 就是这个编语 即已经完成的 动作的受试者 说话时 中音落在编语上 例如 我是骑的自行车 他是坐的出租车 这个句子要强调的 就是 骑和坐 这两个动作的受试者 这种句式的 否定形式为 主语 加不是 加动词 加得 加编语 例如 我不是骑的自行车 他不是坐的出租车 是得 句中的是 一般可以省略 例如 这本词典 你是从哪儿买的 里面 很多词语的解释 都有错误 甚至中间 还缺了一页 真的假的 你没骗我吧 当然没有 他自己跟我说的 当试得句的主语 是这 那 时 是 一般不省略 另外 否定句中的 是 不能省略 试得句 与带动态 注词乐意的句子 都可以表达 在过去发生 或完成的动作 那它们 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 我们具体来看看 这两种句子的 区别是什么 乐意 主要是用来叙述 某一个动作的 完成或实现 为试得句 提供的是 已知信息 是我们可以使用 试得句的基础 或前提条件 如果说话的双方 都已经知道 某一动作 已经在过去完成了 想要重点表达 与这个动作 有关的 某一方面的内容 比如 动作完成的时间 地点 方式 施事者 受试者等等 就可以用 试得句 比如 儿子是虎年出生的 这句话 是在已经知道 儿子出生了 这个信息的前提下 说出的 儿子出生了 叙述的是 儿子出生 这件事发生了 儿子是虎年出生的 是在儿子出生了 这个信息基础上 对儿子出生这件事 做进一步的 信息补充 强调的是 儿子出生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 所以 我们在说话时 往往需要先用 带动态注词 乐意的句子 交代动作 已经发生 或完成 使它成为 已知信息 然后 再用试得句 来说明动作 发生 或完成的时间 地点 方式 等 例如 儿子出生了 是虎年出生的 二 带动态注词 乐意的句子 我们用没 来否定 试得句 我们用不是 来否定 比如 儿子出生了 的否定形式为 儿子 没出生 儿子是虎年出生的 否定形式为 儿子 不是虎年出生的 以上 就是对特殊句式 试得句 做的讲解 现在 我们做一些练习 看看大家 掌握了没有 第一个练习 是判断句子 对错 我们来看 这样三个句子 一 小明 是昨天来了 二 我是在商店 碰见的他 三 姐姐没骑车 去的学校 第一个句子 是错的 这个句子 混用了 试得句 与 带动态注词 乐意的句子 正确的句子是 小明 昨天来了 或者 小明 是昨天来的 第二个句子 是错的 因为试得句中 如果编语是代词 则一般都在得钱 正确的句子是 我是在商店 碰见他的 第三个句子 是错的 因为试得句 是用不是 来否定的 正确的句子是 姐姐 不是骑车 去的学校 下面 我们再来 做一个练习 请用了 或试得 为下面这段话 填空 根据上面 我们讲过的 试得句 与带动态注词 乐意的句子的区别 正确的答案是 我的朋友 玛丽来中国旅行了 她是和妈妈 一起来的 他们参观了故宫 长城和颐和园 还听了一次经句 玛丽买了很多 北京小吃 是在王府井小吃街 买的 他们在北京 过得很开心 今天早上 他们已经回国了 是坐飞机回去的 通过以上的讲解和练习 相信大家已经对 特殊句式试得句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希望大家多多复习和练习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选择我们这门 HSK奖链的木课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大家关注 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社交平台 让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来学习吧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下次再见